大家都說台灣的守護是郭台銘 其實隱藏版在檯面下 把土地算進來的話 真正的守護是林玉林 所以今天我們的故事 就從三重邦財神廟講起 永連市你看每年除夕的時候 哇 不得了 過年的時候你要進去 很難 香火鼎盛 那永連市是盧州地區信仰的中心 更重要的它是三重邦的財神廟 我們先看一下三重邦 三重邦的話 這個爸爸是林建森 當然過世之後 留給了這個三個兒子 兩公頃的土地 其實那時候土地兩公頃很大 但價值並不是很高 但是一個藍米長 所以它如何轉型 這個故事很精彩 我們看一下老大 是這個林玉琪 當然現在已經過世了 他的太太就是林謝罕見 紅國集團 這一房叫紅國集團 那林玉隱是老二 是紅太集團 旗下有紅太人壽 紅太建設 這個洪勝建設等等 那老三的話也鼎鼎有名 自由時報的老闆林龍山 聯邦集團龍山林建設 那他們三兄弟 小時候他們家境很困苦 所以林玉琳常常就在外面打工 所以當地的人就看 他們家就住在永連市的附近 三兄弟就常常在這邊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後來他們花姬之後 林玉琳的解夫是台北縣 那時候是台北縣 台北縣議會的議長陳萬戶 他說林玉琳來 永連市你來當什麼 董事長主任委員 一當就40年了 不過現在這個林玉琳 已經沒有擔任了主任委員 他現在擔任的是榮譽的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是陳鴻昌 很重要看到一個人 副主委 他的兒子林宏蘭 他有三個小兒子 怎麼掛在副主委 所以大家外界就揣測 有可能未來要接班的 是不是只有林宏蘭 你看這很重要 永連市重要到這個地方 你要找一個這麼大的一個集團 財團的接班人 從哪裡找線索 從他的主委裡面 未來有可能擔任主委的 對啊 所以這個兒子 有可能他接班的 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 如果把那個地圖翻開來看的話 蘆洲跟三重是接在一塊的 它像是一顆台北盆地裡面的 心臟的一個位置 那個心臟位置的正中心的話 其實是永連市這個地方 他們當初的話是怎麼樣投資的 那麼為什麼林宏蘭會變成了 全台灣裡面最大的土地公 然後最大的一個地主 那故事就精采了 我們要了解台灣的守護 林宏蘭他列地的投資的新華 本來是米商 現在變成台灣的土地公 其實我們比較他兩個兄弟 有人說林宏蘭跟他弟弟的玲瓏山 這個身價不相上下 但是他們投資的觀念有點不一樣 那林宏蘭買的東西 土地 都一定要價值高的 我一切入我就買最好的一個低端 比如說新計劃區等等 那玲瓏山它是什麼 什麼都買 從台灣的北部一直買到南部 什麼都買 所以它的坪數 土地的坪數是比較大的 但是以單價的價值來講 應該是林宏蘭 那他們買的地其實剛開始都差不多 他們喜歡買那種什麼 河川地 還有這個水溝的旁邊 農地這個 那這個因為當時的這個價格很低 但是只要眼光看對了 將來都市計畫了以後 什麼樣的重畫了以後 它變成這個地段很好 那個賺起來很多 所以他們的新華其實出發點是一樣 但是到了後面不一樣 不過我們講林宏蘭 她的幾個觀念 我覺得可以做我們在房地產投資的一個參考 她第一個她認為是什麼 她一定要大片的來買土地 最重要是她沿西部的軸線 她這個觀念就很對 你看她沒有什麼練什麼書 她這個觀念比博士還厲害 她說政府在發展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軸線 對 都市的計畫 交通的建設 它會按照一條軸線來 那我知道這個遲早會開發的 我先在那邊蹲點 蹲對不對 那時候土地還沒有上來 很便宜 也許是榮田 後來地步變更了以後 變成商業用地 住宅用地 那不得了 所以她沿西部的軸線來買 我覺得這個 在這個二三十年前 執行這個賺最多 你來看一下 她起家在廬州 她廬州剛開始蓋什麼 換儲 換儲就是那個平價的住宅 很多都是給那個勞工 這個收入不高的人 但是換儲有一個好處 一蓋一下就完工了 新建期短 馬上就賣掉了 我的現金流就進來了 然後我有現金 我再來買其他的這個土地 那你假如比較高檔的這個 可能要蓋一個三年 對不對 你這個資金的回收效益 不要賣 所以你看當時 因為盧州當時這個居住的 很多需要這種平價的住宅 所以在盧州賺到了 低桶金 馬上出發 你看按照這個 台灣這個西部的軸線 它一下子跑到這邊 我告訴你 它就不會是土地公公 盧州碗利用 三重 新莊 板橋 櫻哥 三峽 都是這個軸線 後來挑到了這個東邊 才從中和到這個繫紙 所以你看按照這個軸線 一路買的話 不得了 他早期買這邊的話 其實是台灣很有名的 那個黃金 郎帶 台灣產業的黃金 郎帶 過去這一邊的話是省道 他就沿著省道這邊 沒有 沒錯 三重都是那些鐵工廠 台灣的小型的加工廠 都是集中在這個地方 那些人的話 我告訴你 三重很多人是從中南部來 對 來這裡賺錢 自己開一個小型的工廠 在這邊工作加工 但我經濟起飛 我也賺了點錢 我要不要住房子 要啊 所以林林就等於 賺這個台灣經濟起飛 台灣產業在成長的 賺到這個錢 我這個也沿著西部走線 賺很多 你看這個畫面你看 1970年代的三重 你看都是這樣 那時候大家都 騎自動車就很厲害了 你看騎腳踏車的一堆 這時候你看 以這樣當時的經濟 登在起飛的時候 他需要什麼 平價的住宅 對 林林剛好提供給他們 當然賺到錢 還有一個新款我覺得 他說都更 探小錢 對不對 你一個建商 做了一個都更 你能賺多少 就賺那樣子 應該要怎麼樣 買重劃區 一大片的買 對不對 全部土地的買 然後等未來重劃區 完成了以後 賺太多 等一下我們就講 他買重劃區是如何煉金的 因為他那時候 其實在買地的時候 大部分買的都是農田地 或者是荒廢的地方 那荒菸漫草的 然後他就開始在房價 那個土地持有的成本 最低的時候開始進場 所以一坪買下來的價格 所以他都大面積的買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土地的價格 非常的低 所以後來他可以做大規模的一個 重劃的一個 再造的一個機會 所以等於是說 把那個草地變成了鑽石 到底怎麼樣把草地變鑽石 好 我們就講重劃區 你看人家精準預測 臺北的這個軸線 翻轉 這個西向東 它準確的 而且關鍵的時間 就在民國73年到78年 因為我也見證那段歷史 我告訴你台灣那一段 尤其75到78年 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都兩位數 十幾% 十幾% 台灣要再重回那一段很難 我們看第一個 買大紫 1984年買大紫重劃區 那時候 拍玩笑三十幾年前 你去買大紫重劃區 我告訴你 那時候大紫區區 那個基隆河都 結彎起子都沒有做 都是鴨子 旁邊都是養的那些鴨子 你到處都看到那個鴨的毛 那種地方你去列地 開玩笑 但是你看現在維格 電華 都是他的 土地就8500坪 我告訴你 那時候他一坪買多少 你知道 2萬 土地2萬 不是房子 土地2萬 我強調2萬 大家沒有感覺 民國73年 公務人員的薪水 大概6000塊 2萬就是三個月的薪水 我們把還原現在的這個物價來看 大概頂多就是20萬 20萬現在變多少 250億 這個 有人說 哇 這個增值已經是幾十倍了 對 乾坑 好 第二個 你看 1987年 這是他最得意的 他說 在這個敦北段 這個不一樣有一個建村的用地 大概有4000坪 他把他買起來 就是現在的這個紅菜世界 跟四季大樓這個地方 當時比他賓士的老總 這個接入線燈 本來要買起來 沒有買成 林營就把這個搶下來 現在價值350億 當時他一坪 土地 我都講的是土地 不要搞錯 一坪2萬 一坪也是2萬 對不對 敦北 我們的爸爸那時候 怎麼會有這個難說 對啊 你知道我現在想說 好 我就算有閒錢 你告訴我 我要去買30年後 哪裡會好 我還真的不知道買哪裡 你有沒有那個格子啊 對 而且重點是信義區 信義區真的是奠定他地位的 一個關鍵 好 這個韓族一定喜歡 逛信義計畫區 好 那個松壽路 不是扭威扭威嗎 對 旁邊就 威秀隱城 對 反正一大堆 轉過來的話松仁路 那邊什麼 群義大樓啊 交易廣場啊 那個地方你走路 大概5分鐘到8分鐘 總共面積是1萬1千坪 誰的 林營的 好像在玩大富翁 1989年 那時候潮是這樣漲的 你怎麼會去列地 所以你看他一買 他不是一小塊 一片的1萬多坪 他就買起來 然後後來 新的計畫期給他起來 起來了以後 你知道他當時一坪買10萬 現在一坪的土地 600萬都買不到 天啊 10萬變 600 喔 台幣變英鎑 台幣變成了 變英鎑 對不對 現在價值是600億 所以你看 250億 600億 加 我們在這個畫面上 大概都已經 差不多千億不值了 所以守護是有可能的 好 他現在 那個都三十幾年前 我們觀眾 說得很久了 最新的動作 人家又變了 你看他腦筋真的很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最新的是什麼 淡海新市政 淡海不是要造成新市政嗎 他一共在這邊有 有四萬三千坪的土地 價值八十幾億 哇 這個確定 那個隱城要進入了 所以最近這個地方的這個推案量 還有這個成交情況都熱起來 他有可能就是新店的湯潛造證的翻版 過去十年 宏泰集團 靠什麼 靠新店那個湯潛 對 造證 他自己曾經講過 李一里講過 湯潛幫他賺到100億 100億 那時候湯潛造證 很多人覺得說不太可能 最後高齡風氣 還有很多的將軍 國防部長都去那邊買 很多的名人都買在那邊 那邊好像是一期兩期都在那裡 對啊 所以他說有一個湯潛 在那個成功的案例 他也相信淡海新市政 就是另外一個湯潛 不過剛剛韓祖講得很對 那個很像在玩大富翁 機會跟命運 可是機會跟命運 你現在翻出來的時候 你要不要掌握住那個機會 淡海他當初是作為台北市的 一個衛星都市的那個概念 因為早期台北市都市發展的時候 他大概鎖定兩個地方 一個是林口 一個是淡海新市政 那只是說淡海新市政 在過去幾波多頭來說的話 他沒有延伸到那裡 那這一波來說的話 因為房地產的價格太高了 所以其實就是等於說是 熱度會延伸到淡海新市政 那再加上說淡海新市政 現在有關鍵是輕軌會通了 過去其實淡海新市政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交通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如果說是 輕軌能夠順利的拉出來的話 他確實是能夠對於 區域的一個房市 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接下來我們就帶你去看看 台灣唯一一家得到 米其林三星的餐廳 全能事務所今天帶您來看到的是 台灣第一家 同時也是目前為止 唯一一家的米其林三星餐廳 來看看它的空間設計 有什麼魅力呢 首先來到迎賓處 就看到這個中式圓筒燈籠 它是用鋼絲編成的 非常具有穿透感 就是要帶大家開始領略到 中西合併的時尚魅力 哈囉 哈囉 韓竹 歡迎 這個新冬荒風到底該怎麼詮釋呢 是 我們餐廳是由成瑞縣設計師 幫我們操刀設計的 那我就帶你們繼續看了 好 現在來到的就是我們 半開放式的沙發區 對 在半開放式的沙發區 你會看到一座很生動的銅絲 在迎接的客人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個銅絲有什麼不一樣 就我覺得中餐廳 通常會是那個石獅子 對 沒錯 但是你看我們是用 西洋式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它少了中國獅的雄壯圍舞 但是卻多了西洋獅的一個溫群 但是又尊貴的感覺 對 它不像是那種石獅子 它是母獅它沒有那個棕毛 對 沒錯 那這樣子的是從哪裡找來的呢 其實是我們那時候設計師 從歐洲的古董事實 幫我們尋找來的 你會看到整個餐廳裡面 很多的古董 藝品 它其實是中國和西方的 交融的感覺 所以呈現的整個餐廳的氛圍 有點像是西方人 看待東方人的世界 現在接到的就是我們 半開放式的沙發區 其實我們要創造的就有點像是 中國江南畫房的感覺 因為從這邊來看對不對 好像把窗往外推 對 你看到這一片設計 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枝齋窗 對 所以它是用一個桿子 這樣撐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另外一邊空間的光線 就會透到我們這一區來 但是又不會覺得事件好像 後面的人都看得到 他們有在吃什麼 對 所以還是有保有 我們這邊的隱密感 私密感 而且很奇妙的地方是說 如果說是畫房嘛 但是在畫房 又不會有這樣沙發可以坐 但是坐在沙發上 又不會覺得很奇怪 沒錯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用西方和東方的元素 不停的串接在 我們的餐廳的氛圍裡頭 所以你會看到後面 這個是全東方元素的青花瓷 但是我們又搭配了歐風的沙發 就我所知 其實米其林他們在評鑑的時候 連餐具都會去評鑑進去 你們這餐具上好像也是 哇 整組整組 對 因為像是 大家可以看到的牡丹盤 這就是我們自己去設計的 然後整個盤子上面 你會看到是整個有牡丹 還有蝴蝶的方式 用中式的方式來呈現 另外就是特別提到的 就是餐店的部分 餐店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是用季節的方式來去變化 所以像是我們現在要入夏了 所以餐店的設計風格 就會帶有夏季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開放式的座位區又有什麼巧思在 是 大家可以看到 開放式的座位區 首先就是要讓客人有一種 一覽無遺的寬闊感 所以在這邊用餐的話 它自己的空間感受 都是又更開闊的 然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們後方這邊有一個 仿骨洞鏡 仿骨洞鏡跟一般的鏡面 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就是我們請了工匠 他用化學的方式去處理 去做繡實的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鏡面上面 有一種斑駁斑駁的歷史的感受 舊一舊的感受 其實我們必須要說 用這個舊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更耗費工法 更耗費時間 更耗費金錢的 而且下面還有很漂亮的 這種繪畫 這又是怎麼去把它辦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鏡面上的繪畫 是我們那時候 請畫師手工一筆一筆畫上去的 然後這一幅我們會叫它 是一個垂羊花鳥圖 所以很多客人 其實到現場的時候以為 這個是印上去的嗎 其實不是 在這整個長廊上 你們也不是說只是一般總廊而已 還是有注重一些細節 沒錯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就是我們包廂前的長廊區 所以看到這一面 一樣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防古董銅鏡 它的上面我們是請畫 是用牙克力的顏料 會畫了珊瑚 山茶花和樹枝 然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上面的投射燈 打在這幅畫上的時候 它會呈現一個倒影的概面 到我們的木質地板上面 所以我們也稱這一面牆 叫做光影珊瑚 等於說我們不只想這邊的話 其實地上的光影 也是另外一種另類的藝術 對 所以客人每當經過 這個長廊的時候 它就彷彿有一種 光影交錯的感覺 一個虛實的感覺 會帶著它走路的行徑間 所以就說低調中帶有奢華 旋律中帶有古典 這就是成瑞縣經典的新東方美學 有沒有覺得很漂亮 太厲害了 難怪會拿到米其林三星 因為我覺得 它這個設計師成瑞縣 它是可以把光跟影來玩藝術 而且重點是這個 東西並程的效果對不對 成瑞縣到底為什麼那麼厲害 陳瑞縣她1957年生 她今年61歲 看一下這張照片 是不是很 看起來很年輕 她其實是非常有型的 但是她的背景也很厲害 她是小美冰淇淋的創辦人後代 忍不住想要唱一下 就是那個二代 對 富二代 那她淡章大學化學系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她應該要接班 可是她沒有做接班的道路 她去東京學了建築 所以其實當時家人是非常反對她的 但是她非常堅持她自己的路 對 那她最厲害的是 她有去安騰忠雄的辦公室 她去應徵 她毛遂自見去應徵 然後當時安騰忠雄 就給她了一個功課 就是要畫一個80公分 2000條的直線 對 整她嗎 是在整她 對 因為對我們來說 其實一條直線要畫的直 已經很難了 對她來說 她要一直畫這條直線 而且她的間隔只能0.5公分 所以對她來說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她也從這個直線裡面 她看見了建築的生命 後來她其實比別的建築師 入行的比較晚 她大概30歲才入行 可是她32歲就已經設計了成品 最近她有設計了一個 華航的商務艙 華航的商務艙裡面 還拿到了紅點設計大獎 這非常不簡單 華航的商務艙特別的地方在哪邊 其實華航商務艙 一般大家的概念就會覺得說 其實商務艙就是一個 冰冷的一個場域 但是它最厲害的是 它把一些木頭的元素 加到這個商務艙裡面 你會讓人覺得比較溫暖 其實它裡面 也有很多小的細節 它把成品書店的概念 帶到這個商務艙 旁邊有一個閱讀的燈 其實它是想要希望把家的那種感覺 帶進來 所以它是比較溫馨的 也有溫度的 那它整個設計 其實它是仿造宋代的美學 宋代美學它是比較強調 就是比較體簡內斂的風格 所以它整個設計的風格 其實它就是比較溫馨的 這樣子的概念 對 對 因為其實每次搭飛機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陳瑞憲 它這個設計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還不習慣 覺得說怎麼進來暗暗的這樣子 但後來久了之後發現 這種很溫潤的木頭色調 反而是最卷的最難看 其實最難的就是 由白入剪 然後把那個說 東西 是 哪